说到国货,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李宁,安塔,惠丽,MOF,CO等服装或运动品牌,而说到国货化妆品,就没什么可以拎出来说的。 然而,近来,无论刷微博还是小红书,发现国货彩妆的风突然大了起来,不仅各大OP博主一直在推荐,连范彬彬和林远,也为国货彩妆打口,七七作为一个兢兢业业的美妆小编,生怕被时代抛弃,立刻就去某跑某,东上扒了好多国货,让七七惊艳的是买了一圈下来,只是件彩妆,才花了不到400块。 平均下来一件不到40元,最最重要的是,抱着买来一式的鲜菜,却发现这些国货的质量真的可以,国货真的要崛起了吗? 快来看看七七都扒了哪些好用的国货之光吧,纯不甲帮参考价,19.9元这是本次愉快网购之率最便宜,也是性价比最高的一款后红,不到20块钱,也就是一杯奶茶的钱都不到,甲帮的外科设计只能说还好。 黑管蛮大气的,颜色都很好看,也知道紧跟当下淡热色号,至于有些小仙女可能会担心质量问题,这个七七也不好说。 反正看了它的商店销量,月销三万多单,七七买的是以上这款胭脂红,上纯很显气色,太美了,是本人专属色号没错了。 就是涂一下不太显色,需要多涂几下,14号色辣椒红是不是很眼熟?跟麦包火灯去蕾色很像眼,而且价格只是它的十二分之一。 每款粉带参考价,29元进入每款粉带的基建店,从产品到模特都是浓浓的中国古典风。 不仅让七七想到民族的就是世界的,你们会注意到他们家的口红名称都特别的有意境,给文案打口,说下铲鞋,还是包装问题。 七七希望他们把外壳做的好点,哪怕要提高一点价格,这样整体质感也会提升,高体是属于雾面假光,显色度也蛮高的。 十二号色恨女神色,七七相信有一天中国的化妆品不卖情怀,也一定能会以最中国的姿态走向世界的,也不玛丽戴加酷黑眼线抵探考价,五十二元玛丽戴加这个国货品牌大家应该不陌生吧? 七七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了,玛丽戴加可以称之为名副其实的国货之光,她是第一个入住斯福兰的本土品牌,去年又参与了米兰。 十三周,具有一定的国际知名度,他们家的这支眼线笔曾经获得天帽金庄奖,客界有多受欢迎了,她的头是海面头,底头很软,出水流畅,就算是新手也能很容易画出简洁利落的眼线。 颜色有经典酷黑和棕色两个版本,她特有的固化魔科技,让她在夏天表现出,能强大的防水防潭能力。 朱迪的居朵眼影参考价,二十五元居朵的眼影也太好看了吧,忘记了什么时候被安利的,一入坑就再也走不出来。 看来是国货之光没跑了,手臂是色了解一下,如果你要买单色眼影,七七觉得菊朵真的渴,因为,上妆显色不飞粉,价格也是清理到不行。 最爱她们家的闪片,闪片色做得很好,粉质很细,也好蕴染,其中第三三色七七足足等了一个多月才有货,完美日记睫毛膏参考价,三十九第九元完美日记的睫毛膏算是这堆彩妆里面包装最好看的了。 黑白单调的配合,一眼看过去就很舒服,睫毛膏装感自然,刷完睫毛就像天生长这么线长浓郁一样,从此告别苍蝇角了,手残心人也可以轻松上手哦。 哦,这款睫毛刚才用2.5毫米的极细刷头,就算多刷了几遍,你的睫毛还是根根分明,不会产生很假睫毛的感觉。 眉不深了看到眉笔参考价,三十九又还记得,去年底公司年会,请到化妆室给七七化妆,用的就是这款眉笔,化出来无论颜色,眉型还是持久度都超好看超喜欢,于是将化妆室推荐, 没想到才三十九元,简直就是值存就看眉笔,那评价评价评价替代款,直出天际,眉笔铅笔对于手残大新人,来说可能就是要销,懒得销,销又销不好,也是很烦了,还有笔头可能会相对较硬,不过这是所有眉笔铅笔的痛病。 但是防水防汗能力是真的强,玛丽代价眉粉参考价,四十三元等看到玛丽代价的这款三色眉粉,就要清清想到Kate的三色眉粉。 说说产品本身吧,价格是Kate的一半,使用起来好像没有太大差别啊,这款有四种配色可以选择,方便打造神器无面媒,白色,还可以当高光用,棕色可以当鼻影。 真正一盘多用啊,就是这个盘的包装,真的让七七喜欢不起来。 真心想说,什么鬼吗?两只高跟鞋,化妆刷及惊喜夜头刷网注意,化妆刷1系列十一只中产考价,一百一十九元。 这是一套功能非常非常齐全的化妆刷,从撒粉刷,撒红刷,粉底刷再到眼刷,整整有十一只,既适用于专业化妆师,也是用于新手化妆小白。 关键是一整套下来,才一百一十九元,也就是说平均一只才十块钱,要知道一些彩妆大牌的单只化妆刷就几百了。 但这,七七使用起来的感受是刷毛很柔软,上脸固刺,抓本力很强,手柄拿着也很光滑,关键是包装很好看,真的是很在意包装i。 为系列眼影刷参考价,三十九元单只刷里面,七七选择了这把眼影刷下单,眼影刷有大中小号,这是属于中号眼影刷。 刷毛软硬是中,有超强的运览能力,能够画出很刺兰的眼影。 UK刷剧清洗机参考价,二十五人说到粉肤刷剧清洗液,有没有人立刻想到大创的? 反正第一个用的就是大创家的,在自从之前被安律了UKISS的,就一直回购。 它还有一个粉色瓶子的,粉色是清洗粉肤的,蓝色是清洗化妆刷的。 那么如何正确清洗刷具,近视化妆刷刷头的四分之三处,将清洁也导于刷头,用洗刷弹打出泡沫后,轻柔清洗化妆刷的刷毛部位,顺着刷毛的方向,用清水冲洗,干净,将水分挤干。 至于同工储量干几可,哇哇哇终于拔完这些国货之光,你们还有没有用过其他超好,有但是被漆漆漏掉的国,只骄傲毫无留言告诉我,把最后本期想再重复一遍相信有一天,中国的化妆品不卖情,怀疑一定能会以最中国的姿态走向世界的。 感谢观看